I never made it But I know what it takes I'm motivated By a mix of emotion Got my statement And I'm reading it slow So I can understand it fully Appreciate my standing Go out of this world And right on time 每个客厅的区域 它每个楼层跟楼层的中间 都有一个客厅 就是教育厅的部分 然后在这里教育 I never belong I find another reason to breathe Is air And now we may for ourselves This won't be the last time I've never in my life I've seen the sky light up like this I'm far away from earth And I wanna know if you exist 明天早安 我们现在来到日月潭 今天要帮大家介绍的日月潭民宿就是这间 登登登登登 我们今天住在富豪群 富豪群它在之前其实很有名 就是它是一个水果特色民宿 它的餐点就是以水果为主要的重点 而且它的水果的量都能达到80%以上 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它就暂时没有提供餐点 但是除了餐点以外 它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民宿主人他收藏了很多的艺术品 它在这个富豪群里面的所有的装置啊 摆设啊都是它用心去设计跟经营 它把它所有的收藏品都拿了出来 然后里面是整体都是原木的设计 那待会我们会进去拍摄给大家看 然后顺便让大家看看我们房间的状态 它距离伊达哨码头非常近 伊达哨老街就在旁边 所以逛街也是非常非常的便利 OK 那我们现在准备进去咯 这边是富豪群的侧面 一个三角形的很大的一个木屋 木屋的造型 然后旁边边也是有楼梯可以下来 然后停车场的部分就是在它旁边 所以住宿它本身就有附停车场 这边 那是很方便的地方 那伊达哨码头就在附近 我们准备来进去富豪群 这是它的门口 然后停车场的部分它在后面 那如果你住宿的话 它是有免费的停车场可以提供 可以看到它的整个平原造景非常的漂亮 然后要 还有防疫的一些规定也有配合 然后门口就是它的露天阳台区 那如果有提供餐点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在外面那边吃 可以看到它有点偏欧峰的设计 然后很多很多老板的艺术品 很漂亮 然后它的度假民宿是原木的设计 有点 我觉得它有点泰北的风格的感觉 可以走远一点看 对 楼高大概是看起来是三层 然后这边进去就是check-in的地方 好 那我们现在准备进去咯 那我先让大家看一下这里 门口的风景 那我们现在从一楼的部分进来 那这边就是大厅 check-in的话就是在这边的柜台 然后其实旁边有一个吧台 那之前就是在疫情前有提供餐点的时候 就是会在这备餐 你可以看到设备都很充足 那我们转过来看 这边就有很多老板的收藏 这是各样的收藏品 好漂亮 还有花 好 我感觉我们应该是去的非常多的国家 满满的都是艺术品 然后用餐的话之前都可以在这边 然后这一区也是 满满的都是艺术品 然后住宿的话就从楼梯这边上去 那接下来我们先帮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它的一个客厅的区域 它每个楼层跟楼层的中间都有一个客厅 就是交仪厅的部分 然后在这个交仪厅里面有超级多的老板收藏 很漂亮都很漂亮 很有艺术的气息跟氛围 带大家绕一圈看看 可以看到沙发区 很漂亮的沙发 它很偷濕 都是风 然后墙上都画很多画 然后有很多木雕 真的是收藏的各式各样 就是一个平常看不到的收藏品 老板真的是 把所有的家当都拌出来 让大家可以观赏 很漂亮很漂亮 如果再光把它当成一个艺术馆来参观的话 那这边就是一个很有特色的 包括美术的感觉 很合上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 上楼 参观我们的房间 那我们现在在富豪群的民宿 我们已经check in完 然后准备要进到我们房间去看看 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进过了 然后想说让大家拍摄完整一点 让大家看 那外观的部分 就是你们可以看前面 或后面都会介绍 那现在来参观看看我们的房间 刚刚我们进去房间 其实蛮惊艳的 因为它真的不只是外观 就是纯木头的设计跟建筑 随处都可以看到老板的收藏 要准备进房间喔 然后这边是宠物有三的民宿 所以你找到付清洁费 宠物是可以入住的 那我们今天有带 我们自己家里面的小朋友 我们的小狗 所以他只有加收300元的宠物清洁费 就可以入住 那首先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厕所 它的设计真的很一致性 也很漂亮 很有欧风的感觉 它所有的细节都有注意到 这是我们的厕所 厕所它连砖 就是墙上的砖 都是特别挑过 然后有一个泡澡的浴缸 很舒适的浴缸 然后很大的一面化妆 化妆台、梳妆台 那我们的冠洗用品呢 它就是收在这个下面 收在这个下面 很大的一个柜子 那这是厕所的部分 那一进来就是厕所 那再来就是进到我们的房间 房间超美的 我们订的是两张大床的房间 可以看到它的设计 纯木式的 然后隐隐 它其实已经有点久了 可是它隐约还是可以 散发的一点木头的香气 很欧风的感觉 然后电视啊、化妆台啊 对都是老板的收藏 然后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橱柜跟冰箱 对很漂亮喔 然后我们的床 床超大的 看到小狗在下面走来走去 你看连上面的吊灯 它都布置得非常非常精致跟华丽 然后另外啊 就是它还有给我们的一个阳台 布豪群这边还有一个很有名的 就是它的水果餐 它在疫情之前 其实都有提供早餐跟晚餐的部分 就是还有人是特别订了 他们的餐点要来这里享用 那如果我们有餐点的话 也可以带到外面来 像早餐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到户外的阳台区去吃 非常的悠闲 很有氛围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阳台区的部分 那还有一致性 就是都是木座的风格 是我们阳台区 很美 其实就很简单 可是很舒适 然后可以在这边就是 看看外面的风景 下面就是我们的停车场 那周边都是民宿老板很精心设计的风格 那里面其实也很干净舒适 如果你们来日月谈完 在找民宿的部分 想要找寵物友善的民宿啊 或者是特色民宿的话 我觉得富豪群其实都是你们不错的选择 因为它整体的舒适度啊 跟环境的清洁都做得非常不错 重点是它有超多老板自己私藏的设计 很有欧式的风格 不论你是想要住欧式的风格 还是比较偏那种太北的风格 我觉得这个民宿的特色都很相近 非常非常推荐给你们 太阳出来了 外区的部分 你看到又更漂亮搭配的阳光 然后整个就非常非常的舒服舒适 旁边有个小小的喷水池 满满的都是艺术品 然后这边就是 前面的前台的部分 前面的前台的部分 真的很美 光线照下来超漂亮的 哎呦 你看早上的日月潭 超美的 然后现在六点十二分 日出其实应该已经算是出来了 只是因为今天雾实在是有点太浓 所以可以看 但是很清楚看不到就是太阳的部分 好天气的水色码头超漂亮的 波光淋漓 好美喔 浮光三色 很快的我们即将结束了日月潭的行程 在富豪区这边我们是居住了两个晚上 那整体的居住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舒适 我们是三月初的时间点来这边居住 那晚上其实非常的冷 白天如果有出太阳的话是暖暖的 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这边是原木的设计的关系啊 它里面都会都很 就是很凉爽很透气 不会像住在一般的民宿会 湿湿闷闷啊或热热的 整体的感觉真的非常的舒适 那非常推荐你们未来来日月潭的时候 可以参考这一间富豪居民宿 它真的整体住起来的CP值非常不强 那另外特别推荐的是 它是烟囪物友善的民宿 整理是可以带你的毛宝贝一起来入住的哦 一只只要加收300块的服务 而且它的清洁上面 不会让你觉得就是它是虫无数的感觉 老板真的是非常爱干净 那今天的富豪居就帮大家推荐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我这个推荐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 那后续如果有其他更棒的饭店 或者是民宿 再继续帮大家推荐咯 拜拜